西边不亮 东边亮 就在欧盟对我们汽车出口高举关税大半的时候 一条来自朝鲜的纯电轿车宣传片 在网络上悄然走红 这款纯电轿车名叫码头山 拥有醒目的熔岩前脸 LED中国结尾灯 以及730公里的续寒 诶 等等 怎么越看越感觉 汗里汗气呢 没错 宣传片中的这款汽车就是比亚迪汉EV 发布视频的朝鲜企业也承认 正在积极进行这款电动汽车的进口和销售 这意味着比亚迪汉EV将成为全世界首个进入朝鲜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那为什么要改名叫码头山呢 这其实是朝鲜汽车的光荣传统的 朝鲜有两家汽车制造产 一家叫胜利汽车 一家叫和平汽车 前者曾有苏联元件 主要生产卡车 货车 以及各类工程车 后者是朝韩合作的产物 主要生产日常乘用车 这两家汽车制造产的共同点在于 与其说是造车不如说是换标 比如和平2019款就是2018款哈佛H5 和平2021款就是2017款哈佛H9 这样的换标在朝鲜简直数不胜数 所以比亚迪变马头山在朝鲜属于基本操作 对此外界一直戏称 朝鲜的和平汽车厂只有两个工人 一个负责把中国车标抠下来 另一个负责把朝鲜的车标装上去 玩笑归玩笑 更现实的问题是 变成马头山汽车的比亚迪汉EB在朝鲜卖给谁呢 首先啊 普通群众肯定是买不起的 而且朝鲜人民拥有自己的新能源汽车 只不过不烧电而是烧财 这种新能源车会在车尾安装一个大铁桶 用于燃烧木头或结杆来提供动力 跑起来就算着了火一样 不断产生黑烟气味 堪称最宽野的新能源汽车 其实这种木炭汽车在我国也曾经出现过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还写过一首打油诗 记录自己的乘坐体验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 下车六七四八九十人推 从号人毒舌起来还真没人比得过呢 除此之外 事实上大多数朝鲜人民是不能购买私家车的 只有政府要员或者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才能拥有私家车 那么够资格开上比亚迪和EV的朝鲜人 也就非富即贵这两类人 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朝鲜人 主要指杰出的运动员或艺术家 他们日常开的汽车就是换标的哈佛汽车 下一辆来自将军恩勤的车 可能就是换标的比亚迪和EV 而政府要员开的主要是奔驰 也可能有一部分换成比亚迪和EV 毕竟把奔驰弄进朝鲜太麻烦了 当然在朝鲜还有一个人开的是奔驰中的奔驰 麦巴赫 说不定也想常常先试试中国的电动汽车 那么比亚迪和EV从此就将与麦巴赫肩并肩 你就说是不是赢麻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 作为一款沉电轿车 比亚迪和EV需要充电才能开 但据说首冬平安 到了晚上11点经常会停电 这么看来 这款码头上沉电轿车 在朝鲜注定只能是极少数人的玩物 朝鲜人民只能继续开的烧财新能源车了 好了 我是金角财经的小莫 关注金角财经 为你揭秘更多中国企业出海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